他就說,一個Loan in which requires monthly payment 因為貸款,他每個月的payment 假設是一千元 他那個人問他借萬二元,十二個月就還債 一千元只是本金,10%的話,還有一百元 Monthly payment 是不是一千加一百? 他現在連monthly payment is not sufficient to cover monthly interest 他的利息本身是一百元 但那個人很窮,給兩元而已 第一個月,他是不是虧了九十八元? 第二個月,他是不是九十八元再加九十八元? 兩元雞,十二個月,只有二十四元 那這一種這樣的方法 大哥,給那兩元,你當我黑衣 就叫做什麼? negative amortization 就是什麼? 不是叫做拒絕 Negative amortization 就是負面 就是說,不單是你沒有還息 你現在每個月 我還要白借多九十八元給你 所以那裡不是解決拒絕的意思 不是拒絕 Negative 就是說 是 直接越借,泥足深陷,越借越多 我還九十八元,倒貼給你 倒貼 那這裏呢 答案雖然是C 但我們看AAP是什麼 D呢 就是固定利率的fixed term level payment 就是說固定的三十年和固定的十五年 什麼叫固定十五年呢? 就是說在這十五年裏面呢 我們說好了 是你每個月的供款呢 是一千...一千一百元 那這十二個月就是固定的了 沒有得走雞的了 Adjustable term mortgage 就是說呢 它這些這樣的利率是會adjust的 會變的 通常是以一年一年那樣變的 例如說 你一年 你供一千一 那你一年供完了 那就沒事啦 但如果你真的 有幾期供不到的 供不完的 那第二年我就不是說收你 10%利息的了 我要收你12%的了 Adjustable 就是說那些 你如果是一年 是那個息不同的時候 我就會加你的了 B呢 reverse annuity呢 是什麼來的呢? 首先我們要認識了什麼叫annuity annuity這個字呢 就就是說 叫做年金啊 annuity 就是假設有一個人呢 他呢 是有一塊錢 那個叫做十二萬 那樣 萬二元 不要說萬二元 那他呢 就把萬二元呢 一次過呢 就放在一個戶口那裡 那那個戶口呢 就說了 到你老的時候呢 你六十歲呢 嗯哼 我就會 撕回那些錢給你的 給你 給你一些錢 嗯哼 那呢 那個人就很開心啊 他說 我給你一萬二元 到我老的時候 你又給我一些錢 那即是他呢 他呢 在這段時間中間呢 他會幫你投資 嗯哼 他拿著你那萬二元 去投資 假設你現在呢 例如說 四十歲的 那到你老六十歲 二十年裏面呢 他拿著你萬二元 投資完之後呢 嗯哼 他呢 你六十歲開始呢 就是這樣慢慢撕了 他當然呢 不會說 只是給你一萬二元 給你多一點 嗯哼 那 reverse annuity呢 就和annuity呢 有少少 嗯哼 他那不是 集資那樣 是 集資 集資 reverse 不是 annuity呢 就是我年年給的 年年給的 是的 我每 即我不是一次過給你萬二元 我是 我是 我是每個月 給少少少 每個月給少少少 但是reverse annuity呢 就是 我一次過給的 我一次過給的 那個是解做什麼呢 那個 negative 就是好像老人家呢 negative 就是什麼意思呢 嗯 就是好像老人家給的 reverse mortgage 嗯哼 有差不多那個意思 那個 那個